大家好,我是一华 包菜炒粉丝,很多人都喜欢吃 看似非常简单,其实也有很多人做不好 不是粘锅,就是成坨 今天就教您一招 保证您炒出来的粉丝鲜香滑嫩 不粘锅,不成坨 下面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看看具体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把玉米粉丝 用温水将它泡发 千万不要用开水 用温水泡个几分钟就可以了 温水泡出来的粉丝尽到爽滑 炒的时候不容易断了 泡好之后捞出来放到漏篮里面 用剪刀把它剪短一点 这样就不容易成坨 接下来准备一些新鲜的包菜 一次不要太多 我们用手将包菜叶一片一片的掰下来 然后放到大一点的盆中 加入一小勺食盐 然后再倒入多一点的清水 因为包菜包起来的时候会有一些灰尘和杂质 用荡盐水将包菜一片一片的清洗干净 春天来了 我家里种了很多的包菜 如果不及时吃掉就会开花了 喜欢吃包菜的朋友可以来我家里摘 免费送不要钱 全部洗干净之后放到菜板上 用刀先将它切成两磅 然后再把包菜改刀切成细丝 稍微切细一点 这样就容易熟 全部切好之后 装在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些大蒜 先切成片之后再切成蒜末 不喜欢吃大蒜的朋友也可以不放 然后再准备一点小米椒 切成圈 切好之后装在碗中备用 准备一把小葱 切成长段 切好之后装在小碗中 接下来调个料汁 碗中加入一勺生抽和一勺老抽 加一勺蚝油提鲜 再加少许的鸡精 一点点白糖提鲜 再加一勺五香粉 少许的胡椒粉 最后再加一勺芝麻香油 倒入小半碗的清水 然后用勺子充分地搅拌均匀 让调料化开 特别是这些十三香或者五香粉 一定要先把它搅匀之后 才可以放 接下来碗中打入两个泵鸡蛋 用筷子将鸡蛋打散 我们在打鸡蛋的时候 将筷子挑起来打 这样打出来的鸡蛋 才会更加的蓬松 轩软 我们在炒这个粉条的时候 一定要加一个鸡蛋 因为加了鸡蛋就不容易粘锅 不幸的话 你回家可以试试 搅拌至用筷子挑不起来就可以了 接下来起锅 加入多一点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 先把鸡蛋倒下去炒香 鸡蛋稍微定型之后 用铲子快速地放冻 并将它搅散 搅碎 用铲子将它切成鸡蛋碎 喜欢吃香一点的 可以炒久一点 接着把大蒜和辣椒 倒下来炒香 不喜欢吃辣椒的可以不放 炒香之后 再把包菜加进来 包菜下锅之后 开大火 快速地方炒 把包菜炒软 炒至断生 亲爱的朋友们 我每天都很用心地交做菜 主页更新了一千多道美食 总有一道是您喜欢的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 对您有一点点帮助的话 还请伸出您的发财手 给我点一个免费的小红星吧 您的每一个评论和转发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非常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炒至断生之后 再把粉丝加进来 调好的料汁也全部都倒进去 然后转大火 快速地翻炒均匀 我们炒粉丝的时候 记得用剪刀 把粉丝剪短一点 这样在炒的时候 就不容易成坨 不会长绕在一起 在这里给它炒久一点 让它们充分地入味 炒均匀 出锅前 再把切好的葱段加进来 再快速地翻炒几下 把葱段炒至断生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一道香烹烹的 包菜炒粉丝就做好了 按照这个方法做出来的粉丝 鲜香滑嫩又入味 里面加了鸡蛋和包菜 吃起来特别的爽口 而且营养丰富 香辣入味 既可以做早餐 又可以当主食 还可以做宵夜 如果您也觉得不错的话 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您记得点赞关注 留言并转发哦 点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您的支持